月球表面密布着数不清的陨石坑 它是小行星撞击月球亿万年历史的伤痕 每个陨石坑都有着独特的身份信息 位置经纬度和大小 要精确描绘月球这幅汤坑娃娃的肖像 经陨石坑一想就需要海量的数字 更别提月球表面复杂的化学成分和迪玛特征 有趣的即使是其他星球的卫星 其表面也因撞击历史的不同 而呈现出千差万别的坑脸 这就像每个人都拥有独一无二的指纹一样 描述月球需要的数字 能从几千飙升至百万甚至更多 这只是个相对简单的开始 那如果我们描述一颗行星 航星或星云又需要多少数字呢 宇宙中最庞大的单一五体黑洞 一猜需要多少数字才能完全描述 答案可能出乎你的意料 仅需三个 无论黑洞质量多大 身处银河系的哪个角落 还是远在数十亿光颜之外 这三的数字就能完整并异它 这是否让你感到惊讶 黑洞似乎出奇的简单 仅需质量电荷和角动量三个参数 就能完整描述一个黑洞 质量决定了黑洞的引力大小 电荷决定了黑洞的变场强度 角动量则反映了黑洞的自旋 但这并不意味着黑洞的形成过程也简单 它们可以由恒星坍缩而来 也可以通过吞噬物质逐渐成长 甚至可能由宇宙中所有信息压缩而成 就像一个巨大的信息黑洞 无论黑洞的起源如何 最终都可跪结为这三个基本参数 黑洞 在这宇宙中神秘的天体 吞噬一切 却只留下三个数字 质量 电荷和角动量 这就像一巨大的信息焚化炉 将所有落入之中的物质 都烧毁成简单的灰烬 那些曾经充满生机的恒星 行星 甚至可能包含高级文明的宇宙飞船 最终都化为这冰冷的数字 黑洞内部究竟是什么 是通往另一个宇宙的通道 还是时空的尽头 我们不得而知 但可以肯定的是 那些被吞噬的信息 并没有凭空下视 它们可能以某种形式 存在于黑洞的起点处 那个时空曲率无限大的点 或者它们可能以引力的方式 影响着黑洞的性质 就像黑洞的记忆一样 黑洞的简单性与复杂性的统一 是宇宙中最令人费解的谜团之一 如果黑洞真的能将所有信息 压缩到如此小的空间 我们宇宙的终极命运会是什么 信息会永远丢失吗 还是会以某种形式重生 18世纪80年代的英国乡村 一位国教牧师过着悠闲的生活 而与同时代满目于生计的普通人相比 这位谬师约翰米歇尔拥有更多的闲暇时间 宽敞的宅邸 丰厚的收入 一群仆人的侍奉 让他能够远离城市的喧嚣 静下心来对宇宙的奥秘进深入探索 那代年代 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刚刚问世 米歇尔对引力的理解已经颇有坚定 他的研究虽然显为人知 但却为后来的科学家们提供了宝贵的灵感 一个世纪前 牛顿的万有引力论席卷了科学界 他认为宇宙中的一切都受到引力的支配 牛顿的另一个大胆假设是 光由微小的粒子组成 这个观点在当时颇具争议 但牛顿认为 如果真是这样 那么万有引力也应该作用于这些光粒子 甚至连光也无法逃脱引力的束缚 米歇尔深深地着迷于这些想法 他开始思考 如果引力真的如此强大 那么宇宙中是否会存在一些引力如此之大的天体 以至于连光都无法从中逃通 18世纪早期 天文学家布拉德雷通过一个巧妙的方法测量了光速 由于地球绕太阳公转 我们看到的恒星位置会发生微小的摆动 就像我们站在行驶的火车上看窗外的雨滴一样 这种现象被称为光行差 通过精密的观测和计算 布拉德雷得出结论 光的速度虽然很快 但并非无限大 大约为每秒18万英里 与此同时 米歇尔也在思考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 如果光的速度是有限的 那么如果一个天体的引力足够强大 会不会连光都无法逃脱它的束缚呢 米歇尔意识到如果存在这样的天体 那么它将是完全黑暗 因为任何从它表面发出的光 都会被强大的引力拉回 我们向上抛出一颗小球 如果速度不够快 小球就会落回地面 但如果我们使劲一抛 小球的速度超过了一个灵界级 它就能摆脱地球引力的束缚 飞向浩瀚的宇宙 这个能让物体逃离天体引力的最小速度 就叫做逃逸速度 就像一只飞出井底的青蛙 只有跳得足够高 才能摆脱井底的束缚 尤顿的引力理论告诉我们 一个天体的逃逸速度 取决于它的质量和密度 质量越大 引力就越强 只要逃离它的引力束缚就越困难 因此逃逸速度也就越到 这就是为什么离开地球 比离开越角需要更高的速度 不同天体的逃逸速度各不相同 就像一个球从井底向上跳跃 跳出井口需要一定的初始速度一样 假如摆脱一个天体的引力束缚 物体也需要达到一定的初始速度 虽然米歇尔的理论建立在牛顿经典物理的基础上 但在今天看来 他的思想已经触及到了黑洞道单影 尽管当时他的观点显得超前 米歇尔关于暗星的设想被沉通了一个多世纪 直到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落问世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壕里 德国天文学家斯瓦西丑派因斯坦的方程可以导出 一个天体的质量被压缩到足够小的范围内 就会形成一个连光都无法逃脱的黑洞 斯瓦西的计算为米歇尔的暗星 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让这个一度被遗忘的观点 重新换发了生机 爱因斯坦在提出狭义相对论十年后 于1915年建立了广义相对论 将引力纳入到他的理论框架中 广义相对论的方程组非常复杂 对于当时的科学家来说 解出这页方程是一项巨大的挑战 为了解化问题 斯瓦西选择了一个最简单的情形进行研究 一个球形对称的质量集中于一点的天体周围的时空 通过球解爱因斯坦方程的这个特解 斯瓦西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经过复杂的计算 斯瓦西得到了爱因斯坦方程的一个精确计 这就是著名的斯瓦西计 这个解描述了一个球形被称的质量均匀分布的天体周围的时空 但据广义相对论 质量会使周围的时空发生弯曲 这种弯曲的程度与距离天体中心的远近有关 越靠近天体时空弯曲越聚烈 当我们逐渐靠近一个具有斯瓦西结的天体时 会发生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 在距离天体中心一定距离的地方 也就是所谓的斯瓦西半径处 斯瓦西结中的某些象会变得无穷大 而另一些象则会趋近于零 这似乎暗示着在斯瓦西半径处 时空发生了某种奇异的扭曲 这种奇异的现象意味着 斯瓦西半径实际上是一个单项目 一旦越过这个边界任何物质和信息都无法再返回 这个边界被称为事件世界 它标志着一个黑洞的形成 也就是说当一个天体的质量足够大 致使其半径缩小到斯瓦西半径以内时 它就会坍缩成一个黑洞 宇宙中没有任何物体能超越光速 因此如果一个物体在黑洞事件世界外 以光速禁止远离黑洞 那么它就有可能逃脱黑洞的引力束缚 然而一旦一个物体越过了事件世界 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在这个边界之内 引力变得极其强大 强大到连光都无法逃脱 这就像是一条单寻道 致允许物质和能量向黑洞中心流动 无论你多快的速度试图逃离 都无法摆脱黑洞的引力 一旦进入事件世界你就踏上了一条不归路 最终会被黑洞吞噬 接着宇宙员不断接近黑洞中心 他们会感受到越来越强大的引力 最终他们会不可避免地握入黑洞的起点 起点是一个密度无限大 时空曲率无限大的点 是广义相对论无法描述的极端状态 这与米歇尔的发现是相呼应的 太阳如果坍缩成一个黑洞 它的直径将只有短短六公里 而地球要变成黑洞 则需要被压缩到比一厘米还小的尺度 甚至一个人如果被压缩到比原子核还小的尺度 也能形成一个微小的黑洞 如果将整个银河系的所有物质 都压缩到一个半径不到0.2光年的秋体中 那么它将不可避免地 探索成一个超大质量的黑洞 施瓦西在1915年 首次提出了描述黑洞的数学界 但直到很久以后 人们才意识到它的物理意义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黑洞似乎只是一种理论上的起点 而非真实存在的宇宙天体 20世纪中叶 量子力学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彻底改变了人们对微观世界的认识 相比之下 研究宏观引力的广义相对论 这显得有些弱伍 著名物理学家费曼 就曾公开表达过 对当时引力研究领域的失望 他在一次引力会议后抱怨说 我从会议中学不到任何东西 这个领域缺乏实验验证 吸引不了顶尖人才 结果就是一群笨蛋在这里讨论 费曼的这番话 生动地反映了当时引力研究的困境 然而费曼对引力研究的悲观预测 并没有持续太久 20世纪60年代后期 一系列激动人性的发现 彻底改变了这一局面 天文学家们发现了越来越多的证据 支持黑洞这种神秘天体的存在 与此同时理论物理学家也在不断深化 对广义相对论的理解 从那时起黑洞研究就成为了物理学和天文学的前引领域 并一直保持着强劲的发展势头 在公众眼中有一位科学家与这场复兴密不可分 斯蒂芬霍金这位20世纪最具影响密的物理学家之一 其传奇人生激励了无数人 1942年出生的霍金在牛津大学完成了本科物理学学业后 继续在剑角大学深造 然而就在他失业刚刚起步之时 而是一岁的霍金被诊断患上了剑洞症 医生断言他仅剩两年的生命 面对病魔的威胁霍金并没有放弃对科学的追求 相反他以更加旺盛的热情投入到研究中 仿佛在与时间赛跑 渴望在有限的生命中留下更多的成就 霍金以76岁高龄此事远远超出了一生最初的预期 成为了一位传奇人物 他不仅是世界上最知名的科学家之一 更是一个激励了无数人的生命斗 霍金的科学声誉主要建立在对黑洞的研究上 在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 他和数学家罗杰·彭罗斯合作 故同揭开了黑洞的神秘力上 他们的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彻底颠覆了人们对宇宙和引力的传统认知 霍金和彭罗斯通过严谨的数学证明 给出了一个确定的答案 在大多数情况下 物质在引力的作用下会不可避免的探索 最终形成一个时空曲率无限大的起点 黑洞 他们的研究成果表明 黑洞的形成并非偶然 而是广义相对论的必然结果 为了更直观地展示这一过程 彭罗斯还引入了一种全新的可视化工具 彭罗斯图 这种图示方法帮助科学家们更好地理解时空的结构和黑洞的形成过程 彭罗斯图将爱因斯坦方程的复杂节转化为简单易懂的图表 通过这些图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时空的因果结构 以及光在其中传播的路径 光线在彭罗斯图中总是以45度的脚移动 这使得我们能够直观地判断时空中的哪些事件 可以影响哪些世界 更重要的是彭罗斯图让我们对黑洞的世界 有更深刻地理解 世界就像是一个分界线 它将时空分成了两个区域 在世界内部 没有任何信息能够逃一到外部 也就是说 世界内部的事件对外部世界没有任何影响 尽管身体被疾病禁锢 霍金的思想却在浩瀚的宇宙中自由翱翔 他大胆推测 那些纸上描绘的奇异天体黑洞 很可能真实存在于我们的银河系中 与此同时天文学技术也在突飞猛进 随着太空望远镜的诞生 人类的观测能力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天文学家们得以超越地球大旗的限制 在各个波段如X射线的宇宙进行更深入的观测 当科学家们第一次用X射线望远镜 观测宇宙时 他们震惊地发现 天空比他们想象的要热闹得多 其中贴鹅座X1这个天体 由未引人注目 它发出极其强烈而集中的X射线辐射 如此强烈的X射线从何而来 科学家们百思不得其解 只有一个解释似乎能说得通 天鹅座X1中心存在着一个致密的黑洞 物质在落入黑洞的过程中被加速到极高的速度 从而产生大量的X射线 自上世纪70年代 天鹅座X1被确认是黑洞以来 科学家们在宇宙中发现了越来越多的黑洞 据估计仅银河系中就可能存在着上一个黑洞 2015年 别人类首次探测到了引力波 为黑洞研究带来了新的土铺 这一事件标志着引力波天文学时代的到来 也证实了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的正确性 深夜里科学家们在黑板上写满了复杂的方程 试图解开宇宙中最极端的问题 这些方程成为了他们探索宇宙奥秘的工具 让他们得以窥袋黑洞等奇异天体的本质 与此同时我们每天都会接触到无数张面孔 人脸是我们再熟悉不过的形象 但要精确描述一张人脸 却需要海量的数值 从眼灵肤色到细微的雀斑质 甚至笑容的弧度 每一处差异都可能影响到一张脸的整体印象 要完全数字化一张人脸 需要的参数之多超乎想象 这不幸让人思考 描述一张人脸和描述一的宇宙 在本质上是否有着相似之处 黑洞虽然神秘莫测 但从某种角度看到的结构 却比人脸简单得多 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为我们描述了黑洞的性质 而施瓦西于1915年找到的结 就是最简单的黑洞模型 随后科学家们又发现了带点黑洞 Raisner-Nordest-TRN结 然而直到近半个世纪后 科学家们才找到了施瓦西结最重要的推广 这表明深入理解黑洞并非意识 科学家一发现者 新西兰物理学家洛伊克尔明明 描述了一种旋转的黑洞 不同于施瓦西结所描述的静置黑洞 科学家中的黑洞 具有角动量 就叫一个旋转的陀卢 如同一个快速旋转的芭蕾舞者 当他收起手臂加速旋转时 如果质量足够大 就有可能坍缩成一个黑洞 而这个黑洞的性质 可以用科学来描述 然而这个旋转的芭蕾舞者 在探索成黑洞时 它的旋转并没有消失 而是被黑洞继承下来 这种旋转特性在科学中得到了体现 你可能会好奇 为什么我们只发现了这么少的黑洞结 除了施瓦西结 科学 以及包含电荷的推广 似乎没有其他的了 其实物理学家们也曾对此感到困惑 经过深入研究 他们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 黑洞结具有高度的唯一性 也就是说只要给并黑洞的质量 变和和角动量这三个基本属性 就能唯一确定一个黑洞的性质 这个发现被称为黑洞唯一性定理 它揭示了黑洞的简单性和对称性 宇宙中的天体 从内心体到小行星都展现出无与伦比的多样性 内心体是宇宙中最明亮的天体之一 其中心的黑洞驱动着巨大的能量输出 需要含量的数据才能精确描述 恒星的种类更是丰富多彩 从短瘦的超大质量恒星到长瘦的低质量恒星 每颗恒星都有着独特的演化里程 即使是看似简单的小行星 其表面意识的痕迹 记录着漫长星体入神中的种种磨难 与宇宙中其他天体相比 黑洞显得格外简单 正如物理学家约翰·惠雷所说黑洞无毛 无论黑洞的发现如何 即无论它是由一颗恒星坍缩而来 还是由无数恒星的共同作用形成 最终都将归结为一个简单的状态 由质量、电荷和角动量的三个参数完全描述 这就好比说不管一个人经历了怎样的生活 最终都可以用出生、日期、身高和体重 这几个简单的数字来概括 那么为什么黑洞的简历会如此简洁呢? 当物理学家听到黑洞无毛时 他们不禁联想到另一个看似毫不相干的领域 热力学 热力学研究热温度和伤 这些概念在我们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进 比如你此刻所处的房间 空气中的温度和压力就体现了热力学的原理 尽管我们身处一个由无数原子组成的世界 但我们却无法感知到单个原子的存在 例如房间里的空气是由数不清的分子组成的 他们高速运动相互碰撞 正是这种剧烈的运动赋予了空气温度 当我们感到炎热时 实际上是感知到了空气中分子平均动能的增加 虽然我们无法直接看到几些微小的例子 但他们的存在和运动却决定了我们说感知到的宏观世界的性质 无论是气体还是黑洞 我们都可以用几个简单的数字来描述它们 这些数字虽然简洁却隐藏着系统内部机器复杂的细节 例如气体的温度和压力背后是无数个分子无规则运动的集合 黑洞的质量自旋和电荷则对应的它形成过程中所经历的复杂过程 为了量化系统内部的复杂程度 物理学家引入了一个概念 商衡量的是一个系统可能存在的微观状态的数量 简单来说商越大 系统内部的混乱程度就越高 它能存在的微观状态就越多 对于气体来说 温度越高分子运动越剧烈 可能的微观状态也就越多 商也就越大 气体的商反映了其内部分子运动的无序程度 一个装满乒乓球的盒子 随着你摇晃盒子 乒乓球的排列组合方式会越来越多 气体分子也是如此 温度越高分子运动越剧烈 它们可能的排列组合方式也就越多 商也就越 这个现象可以用分子动理论来解释 温度越高分子平均动能越大 它们可以占据的空间也就越更加多样 相反当温度接近绝对零度时 分子运动几乎停止 可能的排列方式也大大减少 商也就趋近于零 我们习惯将热力学概念应用于像气体和橡皮筋 这样的日常食物 但将这个概念扩展到黑洞 似乎有些牵强 毕竟黑洞内部没有原子在飞速运动 也没有我们熟悉的物质结构 令人惊讶的是热力学定律同样适用于黑洞 就像我们可以描述气体的温度和伤一样 我们也可以精确地定义黑洞的温度和伤 黑洞的热力学性质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 贝肯斯坦首次提出黑洞可能具有伤 或今随后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 惠勒曾提出一个经典的悲论 当一杯热茶冷却后系统的伤增加了 但如果将这杯茶倒入黑洞 似乎伤的增加就消失了 由黑洞只保留几个简单的参数 这似乎违背了热力学第二定律 贝肯斯坦的思考深入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 如果将一杯混合后的茶倒入黑洞 那么这杯茶所携带的伤会发生什么 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 宇宙的伤是不断增加的 但如果黑洞吞噬了一切 那么这些伤又去了哪里 这似乎违背了宇宙的基本法则 爱丁顿曾经说过 伤总是增加的定律 在自然定律中占据最高地位 这句话强调了热力学第二律的重要性 如果一个理论违背了这条定律 那么这个理论就很难被接受 贝肯斯坦这是基于这一原理 对黑洞的伤提出了大胆的猜想 阿认为既然一杯热茶和一杯冷茶混合后 系统的总伤会增加 那么当这杯混合后的茶被扔进黑洞时 黑洞的伤也应该相应增加 换句话说 黑洞就像一个巨大的伤容器 不断吞噬着宇宙中的伤 这个观点最终发展成了 如接受的贝肯斯坦减货金伤 黑洞竟然有伤 这真是一个颠覆认知的发现 那么宇宙中最热的黑洞是哪个呢 黑洞的温度与其质量成反比 也就是说质量越小的黑洞温度越高 但即使是质量最小的黑洞 其温度也极其接近绝对零度 远低于我们日常生活中 所能接触到的任何温度 事实上是继60年代发现黑洞以来 脚文学家已经找到了各种各样的黑洞 从恒星级黑洞到超大质量黑洞 其中像凤凰贝格 TON618这样的超大质量黑洞 质量可以达到太阳的数百亿 本身是数千亿 这些巨型黑洞通常位于星系的中心 它们强大的引力可以吞噬周围的物质 并释放出巨大的能力 我们知道有些黑洞的质量仅比太阳大几倍 它们常常隐藏在半星的阴影中 但令人惊讶的是 这些小个子黑洞的温度 却比那些动辄几十亿太阳质量的超大质量黑洞 高出上一倍 这似乎违反了我们的直觉 质量越大的物体 温度不应该是越高吗 质量越小的黑洞 其引力视景越浅 量子效应越显出 所以打致黑洞辐射越强烈 温度也就越高 而那些超大质量黑洞 虽然体积庞大 但由于质量过于集中 其表面引力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强 因此辐射相对较弱 温度也较低 那么黑洞的热量从何而来呢 这要归功于量子效应 但去量子力学真空并非空无一物 而充满了不断产生的虚粒子对 当这些虚粒子对出现在 黑洞的世界附近时 其中一个粒子可能会被黑洞吞噬 而另一个粒子则会逃逸 带走能量 这种现象被称为霍金辐射 正是霍金辐射赋予了黑洞温度 这似乎符合热力学第二定律 宇宙的伤总是趋向于增加 当粒子落入黑洞时 它们的伤似乎被黑洞吞噬 作为增加了黑洞的总伤 宇宙的总伤也随之增加 然而霍金在深入思考这个问题时 发现了一个更深层次的毛根 他设想了一种情景 如果将一团热气体丢入黑洞 那么这团气体携带的伤会发生什么 传统下人们认为 黑洞是冰冷黑暗 且密不透风的 根据这个观点 黑洞就像一个无限深的井 一旦物质落入其中就再也无法逃脱 因此黑洞似乎应该是一个绝对零度的物体 而霍金提出了一个颠覆性的观点 黑洞并非冰冷死寂 而是具有温度的热力学物体 这个观点扎听起来 似乎与我们对黑洞的传统认知相比 毕竟如果黑洞能够辐射能量 那么它就不在室内的什么也逃不出来的黑洞 黑洞的温度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 也不是一个数学上的类比 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物理量 它和我们日常生活中所熟知的温度 比如烤箱的温度 废水的温度具有相同的含义 这个发现让黑洞变得更加平易近人 经典热力学告诉我们 一个物体的温度与其伤的变化率密切相关 也就是说温度越高 物体的伤所以能量变化的速度就略快 这个规律同样适用于黑洞 当我们给气体加热时 气体分子运动会变得更加剧烈 系统可能的围观状态也随之增加 这就是上增 通过计算伤的变化 我们可以精确地确定气体的温度 有趣的是黑洞的伤 也遵循类似的规律 黑洞的伤与它的世界面积直接相关 而世界面积又与黑洞的质量密切相关 根据经典热力学 温度是伤 随能量变化率的倒数 将黑洞的伤减面积关系带入这个公式 我们再出了一个结论 黑洞竟然也有温度 而且黑洞的温度与它的质量成反比 我们银河系中常见的黑洞 它们的温度通常接近绝对零度 如果将像珠穆朗玛峰这么大的物体 压缩成一个点 形成一个微型黑洞 那么这个黑洞的温度将会高达数千亿度 比恒星核心的温度还要高得多 黑洞的温度变化与我们的直觉相对 它开始是很冷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移却会变得越来越热 最终在炽热的辐射中蒸发殆尽 这听起来很奇怪 但却是黑洞的一个独特特性 霍金辐射的理论基础非常坚实 它将广义相对论 黑洞物理和量子力学 巧妙地结合在一起 虽然听起来很复杂 但这个理论的核心思想并不难理解 量子效应会在黑洞的世界附近 产生虚粒子对 其中一个粒子可能会落入黑洞 而另一个则可能逃逸成为真实的粒子 所以带走能量 要理解黑洞的霍金辐射 我们首先要了解海森堡不确定性原理 假设你有一艘非常强大的飞船 刚好能够抵向黑洞的引力 让你悬停在边缘 飞船上安装了两个信号灯 一个朝向黑洞 另一个朝向远离黑洞的方向 如果我们向黑洞方向发射一个光信号 它就会被黑洞吞噬 永远无法返回 但如果我们向远离黑洞的方向 发射一个光信号 它就能成功逃逸 这个逃逸的粒子就是霍金辐射 以借的能量越多 能借用的时间就越短 就像银行贷款一样 真空就像一个量子银行 它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借出能量 创造出一对虚粒子 这对粒子就像一对软身胸臂 几乎同时诞生又湮灭 归还借来的能量 这种现象听起来很不可思议 但却是量子力学中的一个基本事实 黑洞附近的真空 可不是普通的真空 它被黑洞强大的引力所扭曲 就像一个巨大的漏斗 在这个漏斗的边缘 也就是黑洞的世界外 真空有一个明确的方向 指向黑洞内部 这个过程就像我们 像黑洞发射光子一样 但更神奇的是 这些光子是直接从真空中产生的 由于黑洞的引力实在太强 被拉向内部的光子 几乎不可能再逃出来 它就像掉进了一个无底洞 这样一来 原本借来的能量 就相当于被黑洞还回去了 这种一个光子 成功逃离了黑洞的引力 带走了能量 为了平衡能量 黑洞不得不付出代价 损失一部分质量 这个过程就像一个热乳 再散发热量一样 黑洞也在不断地向外辐射能量 更神奇的是 霍金通过复杂的计算发现 黑洞辐射出的光谱 与一个太定温度下的热乳 发出的光谱完全一致 霍金的发现虽然揭开了 黑洞的神秘面纱一角 但也引出了一个更深层次的谜团 黑洞蒸发后 那些曾经掉入黑洞的信息去了哪里 我们把一本百特全书丢进黑洞 随着时间的推移 黑洞会逐渐蒸发最后完全消失 那么这本书里的所有知识都到哪里去了呢 霍金的计算告诉我们 黑洞辐射出来的光子就像一坛乱嘛 完全无法从中提取出任何有用的信息 这就好像把一张纸烧成灰烬 我们再也无法从这些灰烬中还原出原来的文字 我们黑洞是否也像风化炉一样 把所有信息都彻底销毁了呢 黑洞吞食一切 但那是否连信息也一柄吞没 这个问题困扰了科学家们二十多年 在量子世界里 信息是永恒的 但黑洞的长大引力 似乎可以打破这一规则 黑洞的秘密或许藏在它的伤中 科学家发现黑洞的伤与其表面基层正比 而不是体积 这个看似简单的发现 却指向了一个惊人的结论 黑洞的信息可能就隐藏在它的表面 但事实真的如此吗 这是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 将我们影响了一个深奥的物理学概念 全息原理 这个原理告诉我们 宇宙可能像一张全息图一样 所有的信息都编码在它的边界上 要想弄清楚掉进黑洞的信息 是生是死 我们似乎得先搞清楚 黑洞的中心起点到底是什么鬼 黑洞内部是个什么样子 在量子引力的世界里 信息还能不能保住 如果我们能记录下 黑洞辐射出的每一个光子 理论上是不是能把这些信息拼回去 这些问题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 就引起了物理学家的热议 虽然霍金辐射黑洞商这些概念很酷 但它们也只是冰山一角 接下来的几十年里 科学家们发现黑洞的世界 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 里面藏着更多颠兔认知的秘密 事件世界就是那个 一旦越国就无法返回的界限 黑洞的质量越大 它的事件世界也就越大 而霍金的公式告诉我们 黑洞的商也正比于这个面积 这就像是说黑洞就像一张全息照片 所有的信息都压缩在它的箱框上 对于一个简单的不旋转的黑洞来说 它的表面积也就是事件世界 跟它的质量有关 但如果黑洞在转动 把它的表面积就会变得更复杂 不仅跟质量有关 还跟转的有多快有关 霍金在1971年发现 无论黑洞经历了什么 对于其他物质吞噬 或者通过某种方式 损失了部分感动能量 它的表面积总是会越来越大 这听起来是不是很像热力学第二定律 没错 热力学第二定律告诉我们 一个系统的伤 也就是混乱程度总是会增加 贝肯斯坦和霍金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点 他们认为黑洞的表面积 就相当于这个系统的伤 也就是说黑洞越大 它的混乱程度就越高 这说明黑洞的信息 可能都隐藏在它的表面上 不仅如此 当两个黑洞合并成一个更大的黑洞时 它们的肚子夹起来还会变大 更神奇的是 我们甚至可以从旋转的黑洞中 偷走一些能量 让它瘦身 但它的肚子却依然会变大 这听起来是不是很奇怪 其实黑洞在某些方面和气体很像 它们都有温度 都有伤 都是热力学系统 但它们之间也有一个很微妙的区别 气体的伤和它的体积有关 而黑洞的伤却和它的表面积有关 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正是黑洞研究中 最令人着迷的问题之一 一个物体的伤 简单来说 就是它内部有多少种不同的排列组合 就好像一盒积木 也可以把它们堆出无数种不同的造型 这些造型就是积木的配置 伤越大 可能的配置就越多 系统就越混了 拿气体来说 一个气球里的气体分子 可以自由乱窜 如果我们把气球吹大 气体分子可以占据的空间就变大了 它们可以排列组合的方式也就更多了 所以气球的伤就增加了 如果我们把一个空间分成很多小格子 每个格子可以是空的 关或者有东西看 那么整个空间有多少种不同的状态呢 如果只有一个格子 就有两种可能空或不空 如果有两个格子 每个格子都有两种可能 那么总共有2乘2 4种可能 如果有三个格子就是2乘2 就是8种可能 以此类推 如果有100个格子 就有2的100次方种可能 现在我们把目光转向黑洞 也就是说 我们可以把黑洞的世界分成很多小块 每个小块可以看作是一个比特 要么是0没有信息 要么是1有信息 通过计算这些比特的组合方式 我们就能计算出黑洞的商 这有点像在数一个球的表面 有多少的小坑 而不是数球内部有多少的原始 虽然黑洞和气体看起来完全不同 但从商的角度来看 它们却有一些相似之处 都是通过计算微观状态的数量 来描述宏观星体 全息原理告诉我们 宇宙就像一张全息照片 所有的信息都编码在它的边缘 也就是宇宙的边界上 也就是说 我们这个三维宇宙中的 所有物理现象 都可以用一个二维的理论 来完整描述 这听起来很不可思议 但它意味着引力理论中 有一个维度是多余的 原本需要三个维度 来描述的引力现象 现在只需要两个维度 就能完全解释 不仅如此 这个原理还可以推广到 更高维的空间 提出一个五维的宇宙 它的所有信息 都可以编码在它的四维边界上 而SCFD对应 是现代物理学中 最引人注目的发现之一 它告诉我们 一个高维的引力理论 可以和一个低维的量子场面 精确对应 就好比说一个五维的宇宙 可以用一个四维的理论 来完整描述 这就像是在说 我们这个世界 就像是一副全息投影 所有的信息都编码在它的边界上 全息理论为解决黑洞 信息悖论提供了一种新思路 它认为我们可以在不设计引力的框架下 用另一种量子理论来描述黑洞 一个拥有替身的引力系统形成了黑洞 并蒸发了 在引力理论中 我们很担心信息会丢失 但在替身的量子理论中 黑洞的整个生命周期 都可以有完全不同的方式来描述 信息丢失的问题 似乎就不存在了 在这里 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普通的量子系统 它按照量子力学的规则演化 不存在黑洞那种极端的情况 在这种系统中信息不会丢失 那这些信息具体藏在哪里呢 答案可能就在霍金辐射的细节里 虽然我们通常把霍金辐射想象成黑洞 像烤箱一样上外散发热量 但实际上这些辐射携带了大量的信息 它们之间可能存在着复杂的关联 物理学家认为 所有光子之间的这种量子纠缠 或许就是黑洞吞噬信息和留下的硬气 那么黑洞究竟有什么构成 一旦它们开始蒸发 我们能否真正理解它们的本质 对于气体来说 我们通过追踪每个原子的位置和速度 来描述其微观状态 那么黑洞的微观状态又是什么 要直接观测黑洞内部几乎是不可能的 因此黑洞内部就像一个被封锁的盒子 我们无法直接打开它一探就紧 但是数学却能为我们打开一扇 通往未知世界的大门 既然实验受限 我们可以通过思想实验和数学计算 来探索黑洞的奥秘 那么是否存在这样的模型既能捕捉黑洞的部分特性 又能方便我们进行计算呢 答案是肯定的 1995年科学家们就提出了一种 五维的显理论黑洞模型 这个模型虽然比我们的宇宙多了一维空间 但它具有高度的对阵性 这使得计算变得更加容易 但令人惊讶的是 施特罗明格和瓦法 不仅构建了这个特殊的五维黑洞 模型他们还成功计算出了这个黑洞内部的 所有可能微观状态 这些微观状态是有一些被称为 模的显理论对象构成的 通过计算这些模的不同组合方式 他们得到了一个意外 但又不是那么意外的结果 这个计算结果与霍金之前提出的 黑洞商工是精确吻合 然而对于像凤凰黑或TON618 这样的真实黑洞 我们仍知之甚少 它们的内部究竟是什么 它们的微观状态如何 这些问题至今仍未得到解答 虽然全系原理为我们提供了一条 探索黑洞内部的潜在途径 但要真正揭开黑洞的神秘面杀 我们还需要在盈利 天体物理学和量子力学等多个领域 取得更深入的突破 因此今晚黑洞的概念 已经提出近三百年 它依然是宇宙中最神秘的天体之一 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